在今天内容当中呢 我们继续着上一节课给大家所进行的 比如说我们所看到的多译词 还有前置词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后置词 这里同样有一个场景 需要请大家注意的后置词部分 另外呢 我们再进行一下本单元的一个综合测试了 自然是结合上一课的内容 和我们今天给大家所介绍后置词的两个场景 好 那我们就马上进入今天的学习吧 首先进入负载单词后的词第一部分 来看第一部分的后置词部分 那么什么是后置词呢 简单和大家介绍一下 例如我们看到交通 我们后面加上一个非 大家都知道 就是交通费的意思了 生活生活 生活费 同样加上一个费 就变成了生活费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费用的费 放在单词的后面 使其构成了一个完全另外的一个单词的话呢 这样的我们就称之为是后置词 那么和前置词一样的 就请大家注意了 后置词也是有它一套 昔然天诚的一个使用规则了 所以还是请大家要注意就是 这个词就是可以搭配 而不是所有的都可以拿来随性使用 好 那我们依然从看图对话这一部分开始来看一下 今天这个图片上的女孩子 他边按着计算机 边算着自己的月开销 他说到了怎样的一段感言呢 交通费用 说是说房租也要上涨了 看来啊 再不拿奖学金的话 生活费就成问题了 哎 所以我们看到 在日本的确是的 因为到处都有列车通着 我们类似的这种地下铁啊 都属于列车范围 所以呢 等一下金一般都是 还是可以估算到的 但是和我们这边不同的是呢 日本它也有它的巴士 我们所说的巴士 公交车 但是它那种公交车的费用可是不可小觑的 所以千万不要把它这段话理解成为 哇 原来日本这样啊 所以要请大家注意了 每个国家还是有每个国家不同的门话场景 好 那么我们看到这里面出现的 类似像这些词当中 最后出现的 比较 金 金 像这些词呢 注意一下 它都是有它固定的使用词的 好 下面我们就通过一些归纳学习 一起来着重注意一下 这些后制词的问题 では覆えましょう 好 首先看到是有关 金钱方面的可以使用到的一些后制词 那么我们看到这里首先出现的就是接续 金 金钱的金这个词 那么来看一下它的例词吧 入学金 入学金 奨学金 销售额 所以这里看一下 这几个词如果让你看到要表示金额的时候 入学 奨学 売上 你是不是都能记下来 它后面可以接续金额的金 金 来构成一个表示金额的使用 好 来看第二个 同样可以表示 金额的 我们是接续 在单词后面接续这个料理的 它可以表示一个白金 花费的费用 那么同样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例词部分 职业料 学费 入酒料 入场费 运费 运费 海港料 海港是表示参观的意思 也就是说参观费 好 下面看一下第三个 同样可以表示 お金 我们出现的后制词呢 就是 費 费用的费 好 同样来看一下它的例子 宿泊费 住宿费 生活费 生活费 交通费 医疗费 医疗费 所以看到这里呢 都是接续费 这个费 来表示费用的 好 下面来看一下接续 大 同样也可以表示 お金 金额的 代理的 代啊 这个代 花费的钱 所以来看一下 本代 书费 電気代 电费 修理费 修理费 巴斯代 巴士的车费 所以看一下这里啊 这些词往往是接续 代 花费的钱来表示金额 特别注意一下最后这里出现的巴斯代 刚才我们在那个女孩子 她在回忆她每月的支出时候啊 边计算边说的时候就提到了 好 继续我们看下一个 这里我们看到出现的是后制词 庆 这个房租 我们所说的这个 家庆的庆 用这个庆来接续表示费用 卡利金 租金 卡士金 租金 看到这两个都是租金 但是明显看到 卡利金是你租借别人租金 卡士金是你把房子租给别人 你的租金 所以这里注意一下 殿下金 电车的车费 田马金 公钱 所以这里看到接续 清可能几个词 大家都觉得平时不太看到 那么你就要注意了 用这些名词表示金额的时候呢 我们往往后面接续的就是 清 对注意一下 好 下面我们看第二组 归纳呢 要请大家说的是 这些后制词呢 是表示汉语 表示一个范围的 好 首先看到是表示范围之内 我们接续 ない 時間内に書き終える 在时间内写完 書き終える 这是一个组合动词了 予算内に収まる 控制在预算内 这个固定字组 大家不妨把它记清楚 好 再看下一个 期限内に支払う 在期限内支付 支払う 支払う是支付的意思 好 再看一下表示范围之外的 接续外 外面的外 外来表示 予想外的结果 对 没有想到 对吧 予想外 好 再看下一个 範围外の問題 范围外的问题 時間内劳劳 这个词非常常用 记一下 加班的意思 在规定时间外的劳动 那自然就是加班的了 好 来看一下第三组 这里归纳出来呢 是可以表示一个样子 或者呢 一个印象 様子と印象 这里呢 我们看到 接续的后制词呢 比较抽象了 首先我们看到 接续 代表性的电影 比较大的 日常的出来事 这个固定字组 比较多的常用的 日常的事情 日常性子的那种事情 进步的想法 所以这里首先我们看到 接续了 てき之后呢 整个名词往往是作为 形容动词来处理了 所以接续名词的时候 我们出现 什么什么てきな 这种用法 好 来看第二个 可以表示 要思和音修的 这种音象样态的呢 我们可以接续什么 ふ 接续 我们看到 风与雷电 这个风来表示 我们音读念成 ふ 表示什么什么样子的 这是一种印象 对吧 我们看到 サラリーマン風の男 公司职员风度的男人 这个男的看着就像是一个 公司职员这种类型的 サラリーマン風 西洋風の建物 西洋风格的建筑物 西洋風 所以注意一下 这是一个固定的词组搭配了 所以记一下 西洋感觉的 你要用西洋風来表示 関西風の味付け 关西风味的调味 对 这个调味的方式 调味 味付け 它是关西风味的 関西風 所以这里接许 付 表示一个事物的 对它的一个印象 印象的 好 再看下一个 同样可以表示样子和印象的 我们使用 感觉的感 放在后面 作为后置词 解释 立体感のある 有立体感的话 开放感を味わう 味わう 这个动词表示品味 品味 开放感 开放感 所以品味 体味一下 开放感觉 存在感がある 有存在感的人 存在感がある 所以这里记一下 这里看到 存在感 这个词也是平时 我们口语当中 会听到别人用的 所以要记一下 好 来看一下下面一组 我们总结出来的呢 是表示一个事物的性质 性質を表す 这里的后置词 我们看到 可以接续 性 性别的性 放在单词的后面 安全性を確かめる 确认安全性 可能性を試す 尝试可能性 植物性の油 植物性油 所以看到这些都是表示一个性质的 好 再来看下一个同样可以表示性质的呢 表示哪个国家产的 哪一种物质是它的原材料 我们可以接续 制作的这个质 同样音读也是念成 放在后面作为后置词 所以来看一下 日本製のカメラ 日本产的相机 スチール製の机 铁质的桌子 所以看到表原材料 表示产地 我们可以用 哪一哪にせ 但是注意换字 我们要换成制作的质 好 其他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些后置词 可以接续化学的这个化 合理化 机械化 我们通过这个例子这边可以看到 ケイノゴーリカ 经营的合理性 キカイカ 机械化 コーレカ 这个词非常多的常用 我们说现在是老龄化社会 コーレカ社会 老龄化 小子化社会 也可以这么说 就是小孩越来越少了 对吧 ジョーシカ社会 所以出现的这个小子化 ジョーシカ 先大家记一下 好另外呢我们还看到 可以接续 メ 眼睛的这个木 メ 放在后面后置词之后 表示一些特殊的一些用法 我们通过具体的固定词组 来理解一下 季節の変わりメ 季节的更替 期 正好是新的和旧的 更新的这个一道横的这边 一个メ 所以这边是季節の変わりメ 季节的更替 期 ズボンの折りメ 腹子的折痕 折的这一根线 所以是折りメ 見た目が悪い 这里見た目整个是一个词 表示外观 迈向 我们所看到 对吧 見た目が悪い 外观 差 好以上这里我们看到后置词 也是零零总总的有蛮多的 所以下面呢 依然是通过练习 我们来看一下一些主要的用法 你是否都记住了呢 ではまた皆さん 練習をしてもらいましょう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部分的练习 首先来看第一道题 一番 その事件は予想外の結果を迎え 其实不止日本 我们很多国家都是一样 包括我们自己 中国也是一样 所以说呢 日本啊 现在是一个少子 老龄的社会 所以是 正确选项在这里就是 B 这个结束 我们用的是 化学的化 好 来看第三道题 では三番 8月の電気代はとても高かった 8月份的电费 非常的贵 用了很多 所以看到这是 電気代 解释的是 因此正确选项就是 B 好 继续看第四道题 では四番 今月は医者に何度も言ったので 医療費が高くついた 这个月啊 去医生那儿去了好几次 所以呢 诊费呢 就贵了 花在医疗费用上的金额呢 就花费多了 所以是医療費が高くついた 医疗费 我们用的是 因此正确选项是A 好 继续看第五道题 五番 这个寺庙的参观费是多少呢 但是我们注意到参观费 它是这样一个搭配 因此正确选项是B 好 继续看第六道题 では六番 撞上的车的那个修理费用的账单来了 所以是修理费用 修理代 因此正确选项在这里是B 好 继续看第七道题 では七番を見てください 季節の変わり目に体調を崩すことが多い 在季节更替的时候呢 身体不适的情况呢 会有很多 所以是季节更替 刚才那个词组 我们出现的时候要记住的 季節の変わり目 因此正确选项 在这里就是四番 第四个 好 继续我们看第八道题 八番 それは日常的に起こる問題です 那是一个日常都会发生的问题 日常性都会发生的 所以抽象的表示一个样态 所以是日常的に起こる問題 因此选项呢 正确的就是二番 第二个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部分的 今日の一言 季節の変わり目には注意してください 在季节更替的时候 要特别当心啊